本期话题,反弹战术很重要,前面节目啊,和我给大家讲的反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千古难题的三个原因,哎,让大伙了解了反弹,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它难度大,就对它不管不顾,这弹,还是一定要反的,不反弹,这社会啊,起早会重蹈历史的负责,就像衰落,甚至密网,那么这个反弹应该怎么去反在过去几千年历史里面呢? 我们的老祖宗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这里面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大多数失败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通过历史当中有过的反弹案例,来给大伍分析分析,反弹应该用什么样的合理战术,有的人呢,一听说贪污义愤填膺,就觉得那对贪官还用什么战术呢? 要我说对,贪官呢,就是铁腕手段,只要是贪官,统统抓起来判刑,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你要把贪官都抓尽了,杀绝了,大伙害怕了,就没人再敢贪污,我想这种态度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想法都认同, 但历史证明了,如果你是一味的靠枪牙竞车,靠铁腕竞车,靠这种计造这种恐怖,这是一种计标不基本的方式,可以说靠铁腕反弹,不仅贪污得不到解决,而且会越反越贪大,随着开古皇帝,随文帝养间,他夺取皇权的手段呢,俄后人有个诟病,可是这养间确实是个有作为的好皇帝,他当政期间呢,国家安定百姓复苏, 在反弹上呢,可以说杨坚做得特别彻底,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铁面素坦,随文帝呢,经常就派自己的亲信,对朝堂的那位官员进行调查,但凡发现这个人有一点很小的过失,都要严加惩处,他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有个官员叫独姑师,你一听这一名呢,父姓独姑,那就是杨坚的皇后啊,独姑加罗的族人,算上一名外戚,他当时主要负责一些外交方面事务,有一次呢,这独姑师啊,在跟藩帮进行交流的时候呢,这个藩帮呢,来的使者觉得独姑师这人不错,做事挺地道,就作为感谢呢,诗人送了他一起鹦鹉, 哎,就是个宠儒,这个事呢,就被人报告给苏文帝了,照理说一个宠儒鹦鹉,连钱财都算不上,按理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可随文帝知道之后呢,当即下令判处都市实行,当时整个朝廷都震惊了一些官员给孙文帝上诉,说皇上这么点小事就判死刑,你觊觎吗? 结果,孙文帝怎么回顾呢?说我手下的官员,你是敬着朝廷的俸禄,你在西底下修授财务,就等于是国家怎么严苛情戒都不为过,而且只有惩罚的严重,才让所有官员心准畏惧,贪污者不敢再谈 就这样呢,孙文帝啊,甚至创造出了一气性罢免,河北省五十二个州大小官员二百人的记录,导致整个河北省在那一个时间点上 几乎官场没人可用了,大事小事都没人处理了 你说这社会上的治安得乱成什么样,但孙文帝不管他就是要把反弹进行到底,把贪官污吏赶尽杀 学到最后啊,所有官员都迫于孙文帝提外反弹,真没有人再敢顶风作案了 就这样,孙文帝还不满足,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不敢并不代表他们不想耽误,他想个什么招呢 就我们今天明令禁止的钓鱼击法就是隋文帝,他老人家最早发明出来 他采用钓鱼击法的方式,他暗地里啊,派人把一些金银财宝啊,这个什么施酒不嫔啊 送给一些他怀疑的大臣和官员,谁要敢收,只要收了当长拿下判处死刑 哎,情节严重的呢,得拉到朝堂之上,当着所有文污百官的面斩首示众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当时的晋州智史啊,南洋郡公啊,什么辅宁郡公啊 这些可以说类似封疆大力的官员,本来工作做得好好的 但隋文帝偏要拿财物去考验人性 这几位没经过人性的考验,最后丢了命了 那么历史上跟隋文帝同样对待贪官,采取铁腕手段的 还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主朱严章,这老兄手段 比起隋文帝啊,有过饥而无不及 他当阵的时候,那简直就贪官官的地狱 皆将将官杀杀的起点降低低游史以来最低 就你既想贪盐纪六十两一律除十,绝不关贷那六十两 按照当时购买力换算,到今天实际上就等于今天的一千二百块钱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法律规定,你要他一千二百块钱 你就枪毙这种结果,直接导致全国范围的政府部门瘫痪 这官员不是被杀,就给关起来的 监狱里的官啊,比罪犯多后来还觉得不不满意 这朱朱元章还总结了多年反腐经验,耗时两年 编了一部紧述贪官的法律文件叫《大道》 其中记载最残酷的一条 咱们别的节目也说过 就是官员一旦要犯贪污罪 在当地土地票的市中 饿把这个者官员的皮剥下来 然后在皮里头天上草立到那来示威 就非常残忍残酷 那么论及反弹态度强硬和处击方法的严厉 我估计没有哪人皇帝比孙文帝和朱元章更严格 可是他们这种方式制标不基本 一味地强压政策呢 没有达到他们反弹的初衷 就是在他们在位的时候是贪官无力 明显减少了 可是问题是这种高压政策 你挺不了多长时间 言言之危 没人愿意给朝廷效力一点一点的 就没有人愿意干活 所以等他们过时之后 孩子上来你就百倍待兴 为了天下稳定呢 你还得重新挤用一些人 结果会造成什么呢 这个贪污之事啊 叫报复性反弹 结果这些皇上死了之后呢 他的继任者呢 新皇帝上来之后 贪污这事呢 大规模反弹 所以你看 无论是这个隋朝之后 就是我们说隋文帝扬间之后 到了隋扬帝扬广的时候 还是到大明王朝 朱延璋之后的 立焰皇帝时期 贪官无力的规模 达到历史的巅峰 所以反弹呢 起靠城主贪官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那显然是不行的 那么既然靠铁弯 城主行不通的话 有的人就琢磨了 是不是用一点 怀游的手段呢 玩个曲线 救国路线就可以了 说既然贪官 我们杀了一批 还会冒出新密提 那我们不妨换个思路 什么呢 你当反弹 用贪官来起贪官 哎 你瞻俗话说嘛 最了解敌人的 那就敌人自己啊 咱们看美国那个电影 猫鼠游戏里边 很多造假高手出来 造假帝 政府官员都厌不出来 哥把这些假帝 交给了那个 原来的最厉害 那个造假高手 小李子扮演的 弗兰克的时候 所有造假手段 也全明白 所以按照这个思路呢 用贪官来反弹 以贪计贪 很多统计者觉得 这可行 但也就这种 看似可行的策略呢 里边蕴藏着 巨大隐患 哎 就是在恶气 一部分贪官的时候呢 又让另一部分贪官 做大了 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呢 就是你只拍苍蝇 不打老虎 最后这老虎 会越来越大 到最后贪官的势力 你收拾不了 无法控制 那必然就会出现 集中难反情况 咱们举一个 以贪反弹失败的例子 在乾隆年间呢 身为甘肃不敬始的 王乃王 以甘肃啊 招摘的名义呢 向朝廷虚报 赈债款项 种种中宝石呢 反正王乃王的 胆子挺大 脑袋有点不好使 说收了 要完赈债款之后啊 给朝廷报仗的时候 你得做个假账 结果他把真实数据 给报上去了 其中有一条写着说 收捐一万九千多人 二捐都卖了八十二万的 秦龙一看说 这是不对啊 你不说甘肃旱灾吗 这这旱灾的烧灾 怎么还最后能修上来 都卖八十二万弹呢 就他把真实的修粮的数据 给报上去了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 他就派人去查这王乃王 可是乾隆皇帝 也糊涂派去查这件事 人家陈主辉 这陈主辉啊 比王乃王还大 他到了地方一查呢 果然查出 王乃王贪污的事实 乾隆就命令陈主辉 对王乃王施行抄家 葛夫者抄家 这陈主辉呢 叹到什么程度呢 把王乃王假抄了 把里边最有价值的东西 都给划了自己腰包去了 完了同时 他又伪造了一份假清单 来糊弄乾隆 那这假清单交上局 这是可能神不羁鬼不绝的 就过去了 可也不知怎么的呢 他可能就给弄错了 要说这老天爷开眼 这陈主辉啊 跟乾隆乃王乃王 犯了同一个错误 把真清单交给乾隆 乾隆拿着清单一合对呢 好多上面财物对不上 乾隆知道 这准是陈主辉把钱财了 于是呢 又把陈主辉给把办了 本来一致性清楚 俩贪官之后 你应该皆大欢喜的是 可这事最后啊 最讽气就是乾隆派去全城处理 王乃王的是陈主辉 然后又处理陈主辉 王乃王两个人 看乌这事是谁呢 心脉去的是和珅 我一说 和珅呢 你可能都乐了 这大我再熟悉 不过清朝最大的贪官 那乾隆在历史上 其实也是一个对待 反南很看重的皇帝 可是就因为他试图以用乙贪反弹的方式 结果再反弹 同时呢 自己也造就出了历史上最大最有名的一个贪官和珅 所以乙贪反弹也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那么到这呢 我们说你这手段强硬也不行 怀有也不行 那这胎腹注定无解了吗 我们说前两种方式之所以会失败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两者都把目标放到贪官上面 官员贪污几十一种表象 赢最原始的欲望才是贪污的本质 如果你不能从细想的本质上找办法去解决 那么你即使爱 你理战能想出一千种反弹的方式 最后也会是徒劳这一点了 唐太宗李世民做得非常不错 记得我们今天借鉴 根据史书上记载啊 唐朝是我们中国古代所有朝代里面贪官 出现最少的一个朝代 在唐太宗李世民直径期间呢 几乎可以说保无贪官 难道是唐朝人思想觉悟比其他几个朝代高吗 那不是这一切得归功于李世民呢 对于贪官的处理方法 你看这个事很有意思 大唐征官六年 哎 就公元六百三十二年 当时有两名贪官犯了贪污罪 一名是开国工程机啊 长孙顺德长孙皇后的书 另一名的叫陈万府 哎 官居啊 又为将军这俩人犯啥事了呢 照理说这事事不是很大 长孙顺德呢 奉命调查宫中奴仆啊 偷到财务的事 结果这些犯了事 奴仆啊 害怕就用二十戏笔捐播 汇入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就把他们给放了 就二十戏笔捐播 另外一位陈万府呢 跟长孙顺德比起来 你就更有点说不过去了 他从陕西九成宫 回长安树池的时候呢 路过一所驿站 把驿站里边啊 十几代几卖辅吉给拿走了 你说你一届朝廷命官 连几代卖辅吉都不放过 这影响太恶劣 戏发之后呢 两个人当着满朝闻五面 面对李世民的判法 本来这俩人 想被皇上清点这幕的 明显杀鸡给猴干了 这肯定死定了 结果没想到 李世民呢没处罚 他还命人呢 赏气给他们很多的 捐博和卖辅吉 这你不是恶 拿着这个捐博吗 我再多给你啊 你不是拿卖辅吉吗 我再多给你卖辅吉 但是呢有个条件 把这个堆积如山的 卷布和卖辅吉 割到朝廷上面了 说你们俩人啊 我想你们 但你们不能找人 也不能用车 你得当着我和大臣的面 从这一步一步 把这个东西 背到自搞家里去 结果堆积如山 这个卷布和卖辅吉 这俩人当场就崩溃了 在满朝文武官员面前 那修贵难当啊 但是皇上话 能敢不听吗 只好一当一当 把这些赏值背回家 发完之后 这俩人累得半条命都没了 说这种惩罚看似不重 但对于在古代啊 世俗阶层 把眼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当众被羞辱 对一名官员来说 这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而当时呢 大理事的人就好奇 就问李世民 为什么不发反赏 李世民说说 这些捐博 押痕迈福 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一种惩罚了 如果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愧疚的话 他们就跟禽兽一样 那样的话 你杀不杀他都无所谓 所以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呢 贪污的官员一旦敢讲自己贪污的东西 在众目回回记下带回家 那就相当于记住的游戒示众了 那对于他们来说 那就是极大的欺辱 贪污的东西 不敢用 时间一长 就没几个人再愿意贪污了 这所谓正人先正己 永年先养心 因为李世民呢 没有像我们前面说 那两个例子一样 把贪污者作为一个敌人去看待 而是把他当成了人性的一部分 从道德和心理上引导 来解贪贪无敌 所以我们说反贪呢 是一场持久战 对于持久战来说 选择合适的战术是最重要的 这种合适的战术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提到的说 你首先要用这个言行俊法 让他们不敢谈 然后呢 再用合理的制度限制他们 让他们不能谈 最后再从思想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 让他们不想谈 所以你注意这三步说的很有道理 不敢谈 不能谈 不想谈 也就是说 法律层面 制度层面 进而到道德层面 有三管齐下 三手都要抓 三手都要认 这才是解决 反弹这一千古难题的真正办法 并不想谈